这才是最终答案吗 你猜出来了 月亮和六边市 两小无猜 你觉得自己是查尔斯 你要等的 应该是一个喜欢玩天资游戏的女孩吧 你凭什么这么认定 你做安全研究 应该也和这个女孩有关吧 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觉得 你带领这么多人做安全研究 应该不单单只是为了钱这么简单 我也相信 你一定不希望看到我们的数据 就这么遭到泄露吧 可这是你们需要操心的 从你们做这个产品之初就应该想到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 我觉得我们的初衷是一样的 我们都想帮助共同的人 其实呢 我做安全研究的初衷 完全没有你想得那么高尚 那是什么呢 那是为什么呢 以前为人处事太过嚣张 还以为自己是在行使什么正义 得罪了不少人 后来以至于 我女朋友受了牵连 很多消息被卸走出去了 后来没办法 她家人把她送去了北欧 我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很喜欢玩填字游戏 我觉得她幼稚 但其实 是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少陪她 她才会选择这种方式 来消磨时间吧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查尔斯 以为自己在追求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可你其实做得不错呀 重要吗 还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不过 我答应你了 我虽然不能卖给你安全系统 但是我能给你做一年的安全顾问 所有的问题 都帮你解决 为什么 其实你还应该感谢一个人 谁啊 昨天和你一起来的那女孩 她在你来之前就来找过我 她跟我说了很多事情 看得出她很爱你 好了 你送我糖果罐 我也送你一份入职礼 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啊 搞定了 搞定了 大师 你答应她了 趁我没来及反悔 赶紧给我消失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 别跟我似的 事情发生了 才值得后悔 来 洛书 你刚刚跟她说什么 我和她说 我会好好地抓住你 不会再放手 行 那我也拜订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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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